這是台東慈濟志工的如常 仿視平併家庭 即使自己生病也不中斷 這部72分鐘的紀錄片 在戲院播出感動許多人 我看到後面一直在哭 我覺得他們的付出 還有對弱勢家庭的關懷 這個真的是 讓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 從來不會超級注意到 是因為角落的 現在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慈濟人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 桃園綜藝師子會前會長 在卸任前特地包場 邀請社福團體 以及長期接受關懷的家庭 一起來觀看 感受友愛陪伴的改變力量 社會服務是一個長久的工作 也是一個非常命能靜悲的工作 能夠服務大家 能夠服務這個社會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開心 當心被感動時 善的效應也會持續下去 大愛新聞知識美志工 李美如 徐春盛 桃園報導 昨天高雄所引發的瞬間暴雨 有多出淹水 包括三民區上百戶的民宅 一度都泡在積水當中 慈濟志工今天再度地 我們應該是尋找的 離開 我們可以做的 天